这次动作戏 周期实在是有点长 而且每一天 每一天我都在拍 不会打腻的 就会打得越来越 兴趣 是拍得非常的爽 大 总的感觉到大家的心思 是特别踏实的 我感觉到大家的心思 真的把心思是放在工作上 然后特别认真 没事你们跟他打就好了 所以这个精神让我们感觉到 你这个行业真的是越来越想认真 发展了一些 女社会上 到了中期的时候 牵扯到他的内功 这是武侠世界特有的一种表达 我们叫意识空间 虚实结合 四年金庸剧成了一个既让人不太想看 也不太敢看的存在 却忍不住要瞄一眼 这部剧名为金庸武侠世界的新剧 承载了太多期望和怀旧情感 这部剧集有五个导演分别指导 分成五个单元 模仿了1983年TVB射雕的模式 分别是铁血丹心 东斜吸毒 南地北盖 华山论剑 九英真经 从收视率来看 确实没有达到预期的热闹场面 金庸武侠世界把快节奏写在脸上 以往版本的射雕英雄传 开篇总是纽家村的惨剧 引出郭靖和杨康的命运纠葛 而这次金庸武侠世界开场便是江南七怪 在大漠小域被击负的郭靖 直接进入传译环节 前情几乎不提 同样的情节1983版用了10集 1994版用了6集 2003版用了9集 2017版用了7集 而金庸武侠世界只用了1集 尽管节奏快 该有的内容都有 作为金庸武侠世界中的重要角色 以憨厚正直 武功高强 而富有家国情怀 而广受观众喜爱 此次在《金庸武侠世界之铁血丹心》中 饰演郭靖 对此杀来说是一次重大挑战 前前后后进度开始算的话 待了183天 前天拍夜戏啊 动作戏 骑马戏 什么 目前遇到的角色里面真的过境 目前算是真实的不好演 我觉得在表演上去 已经是特别特别大的一个挑战 那再一个就是体力上 我自认为我真的是挺抗躁的 但是真的这个戏 给我造造的音乐 都不止一次 动作戏太爱多了 我大部分的也 他用顿感力 屏蔽力 平衡力 来诠释自己心目中的孤敬 什么叫顿感力呢 那 其实就是抓大方向 别那么去计较 这样子的话 他的整个人就能够沉下来 定下来 他屏蔽力也是 比如说杨康 是吧 对他在背后做的一些事情 他选择去 当作看不见 还是再一次再去信任康帝 兄弟之间吧 应该肝胆相照 互相不宜怀疑才对 平衡力的话 他对家谷情怀 和这个儿女情谈方面 我觉得平衡还是做的也是挺好 例如郭敬与黄荣 在张家口的相遇 几乎完整保留 用了十分钟 中都比武着亲 杨康细耍穆念词的部分 也花了八分钟 然而快归快 内容的完整性却让人怀疑 像是打开了量子速读模式 只看金庸缺乏沉浸感 金庸武侠世界并没有照搬援助 而是加入了大量的新元素 郭敬和黄荣的初遇 依然保留了熟悉的桥段 但情节推进更快 杨康与慕念词的感情戏被大幅提前 增加了戏剧冲突 但也显得突兀 反派角色塑造也更具人性化 例如欧阳克被赋予列母情节 使他的形象更加复杂和立体 这些改编虽然新盈 却引发了不少争议 许多观众认为 这些改编削弱了原著的纯粹性 特别是杨康的洗白处理 更加符合现代观众的道德观 但也因此失去了他作为反派的独特魅力 视觉效果方面 金庸武侠世界也下了不少功夫 在金庸武侠世界中饰演的是郭靖 谢谢 欢迎 大家好 我是演员包尚恩 在金庸武侠世界中饰演黄荣 大家好 我是何润东 在剧中饰演男帝段之星 伊登大师 欢迎 大家好 我是明道 我在金庸武侠世界里面饰演的是红七 也就是红七公 大家好 欢迎 欢迎明道老师 大家好 我是高卫光 我饰演的是东斜黄荣师 欢迎卫光 大家好 我是伊伟 我也饰演的是东斜黄荣师 对 因为我演的是郭靖 那郭靖最代表的动作就是射雕 对 我前前的拉一下吧 来 给我们浅拉一下 来 往前一点 来到舞台球 让给大家浅拉一下 来 摄像老师 别怕 来一个特写吧 那边是这个 来了 来了 哇 哇 这个骑士 天呐 来 看龙游魁 嘿 哇 哇 掌声鼓励鼓励 大漠的壮丽 江南的秀美 通过精美的镜头语言展现无遗 然而 武打场面的处理却显得有些失衡 每集大量的打斗戏份 虽有视觉冲击力 但部分场景过于冗长 缺乏心意 例如 梅超峰与江南七怪的对战 虽然设计复杂 但过长的打斗时间 让人感到疲惫 相反 一些经典的打斗场面被压缩的过于简短 未能充分展现武侠世界的精彩分成 这种视觉与打斗的拉锯战 让观众感到有些失望 郭靖和黄荣作为核心人物 他们的形象塑造无疑是重中之重 仙人演员刺杀饰演的郭靖 展现了草原男儿的豪气和中原侠士的正气 得到了不少认可 相比之下 黄荣饰演者包上文虽然灵动可爱 却被认为缺乏侠女的果敢和坚韧 杨康这一角色的改编引发了广泛讨论 新版杨康的复杂性得到了更深入的挖掘 展示了他在成长过程中的矛盾与挣扎 通过他的角度 观众更能理解他认贼作父背后的动机和痛苦 这种处理方式增加了抉择的深度 却削弱了原著中杨康的反派形象 无论是杨康的迷茫还是欧阳克的扭曲 这些抉择都不再是简单的黑白分明 而是更接近现实中的人性 金庸的江湖又能否在新时代 换发新的光彩 这个证换会是怎么回事 这个证换会是什么 所以我会找到这些证换会